下面来继续什么吧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聚合函数 首先要表达意思 它是函数 就说的之外 带着括号的那种 听懂了吧 有哪一些呢 有counter来计算个数 有max计算最大值 有mi计算最小值 有avg计算平静值 还有个什么东西呢 用run的来计算的是 四色五入的值 就取小数的这种东西 反正简单言之 这些东西呢 都叫做聚合函数 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总数 有sum 这个东西呢 都有啊 计算平均值了 有sum 好了 首先说 聚合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反正它是个函数 那有什么用呢 直白来讲 相当于它可以帮咱们去计算某个值 那么就个例子 我想查询查询 女性有多少人 男性有多少人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select 前面 那么接下来啊 我心 看啊 我心 from stoolings stoolings 那么 where gender 等于1 请问我是不是查出来了所有的男性信息啊 我查出来了所有的男性信息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确实是要知道他们多少个 他们发现 咱们查出来之后 这个在当前的马亚社会的这个客户端里面 是不是他给你显示了 是不是有五行啊 对吧 那么真正的咱们有python查出来的数 这个五行就没了 这个五行就没了 那么一个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什么东西呢 count来去计算 怎么做的呢 把这个count呀 它竟然是个函数 把它套起来 把这个星花套起来 你这个星不就意味着所有的字段吗 我就想统计统计你 这个所有的字段一共有多少行 不就有多少个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打出来的结果 它就变成了这个函数的结果 你写星是表示了所有字段里面对应的信息 而你写上了count星 那么将来是用count去计算个数 然后看见的是count的结果 来展示 大家看 说最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了五呀 但是有没有办法呢 这个count星五的这个地方 这个可图性太差了 怎么做呢 我能不能给你起个名 怎么想 男性 人数啊 对吧 来 大家试一下 粘贴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将来可图性 是不是很强了吧 那么同理女性的这个 是不是就把这个一换成二 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全部都计算出来了 咱们是一个啊 咱们是一个 计算的是女性的 这个地方的就是女性啊 女性的人数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二啊 好了女性有七个啊 男的有五个 5加7是12 哎一共有多少个 一共有十几个了是吧 来他们看看啊 总数 人数 一共有十几个 我加7 这不才12吗 还有少两个呢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保密的时候 还有一个 你懂是吧 还有个金星同学啊 好了 咱们没有任何提议啊 咱们只是说呢 这个 比较新奇 咱们身边没有这种人啊 还是比较新奇而已啊 好的吗 那么康子呢 来计算了 这个个数 啊 来是计算的个数 康子星 来计算的是个数 那么还可以这么多呢 求max 最大值 来那么看这个意思 年龄当中的最大值 我怎么做呢 首先 select age from students 那么 steuners 接下来 我要是没写的话 请问他们将来会查出来是什么呢 将来他会把 所有的年龄 是不是全查出来啊 那么我接下来 我想要取这些结果里边的一个值 那么怎么做呢 把这个结果就相当于 扔给了一个函数 叫max 让他求对大值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就把对大值给他取出来 看看啊 懂 请问他们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呀 相当于先把这个查出来 然后再让max函数到这里去找 对大的那个 听懂了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函数的一个道理 原来自己从来 这个色素语句啊 是支持函数的 哪些东西是函数 还有印象吗 你看database带括号了 no 带括号了 请问是不是都是带的括号啊 其实都是函数 只不过这个函数 它是带参数而已 啊 好了 你把max这些所有的结果拿出来 让他去取 这是最高的 那么查询女性的最高的身高 来说吗 这个应该怎么多 select max height 然后 from students where gender 这点等于啊 2 所以女性最高的身高啊 180 真的假的 女性有这么高啊 select the scene from students 最高的180 180 180确实这两个都是女的 是吧 这个也是女的 净香 净香 在哪呢 啊 咱们只是求最高值 咱们又说是最高的是哪一个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最小的怎么求啊 你最大的会求了 请问最小的会求吧 说把这个max换成mrn 那求和呢 比方说我接了 我想要求一求和 我想要计算计算 所有的身高的总和 怎么做呢 改成sum 改成sum 所有的人的年龄的总和 我给他年龄吧 A子 那么把这个vr 顺抹掉了 咱们这意味啥呀 所有的人的年龄的总和 来看一下 这样的 那么平均值怎么算呢 平均值 我刚刚介绍了一下 所有人的总和年龄平均值 用avg 就是avg的简称 是吧 计算一下平均的年龄 你看 平均的年龄是他 说到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select的这个位置 可以放表达式 除了可以放什么 这个这段的名字呀 什么sum呀 avg呀 这个这个什么max呀 还可以放表达式 节外之一就是什么 加减乘除呀 都可以做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 你既然计算 平均年龄的收入率是avg 那我能不能通过sum 也来计算呢 来通吧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我想要计算平均值 我要怎么做的呢 你看我这个地方 写吧 sum 那不就是平均值了吗 ok 大家看 我用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 27.6429和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吧 所以说呢 平均值啊 其实就可以用这么东西 也来做 也可以做 但是呢 我现在有了个额外的需求 我不想要这么多小数点的 保留这么多 我只想保留两个小数 怎么办 那么在你的这个地方 额同白可以用run来计算出来的结果 首先run的怎么用啊 run的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你这个位置放上 你接下来这个数字的结果 第二个值呢 你放上 接下来 你要保留到小数点的位数 写0 不保留 写1保留一位 写2保留两位 那么我接下来想保留两位 那么这个例子 咱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请问 是不是把它当做什么 把它是不是当做第一个参数啊 run的 是不是把它套起来 套起来 run的 不是run的 run的 不是这个tsd 那么请问同白 接下来这个地方写几呢 2 写2意味着干啥 保留两位小说 你不是取出来是27.629吗 我就保留两位小说 来同白 看这 原来是27.629 所以现在给你变成了27.6 请问同白 这个可以吧 那么这个信息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同白 这个他可以指定保留的位数 还可以做到四舍五入 那怎么做的呢 比方说我保留个三位 你看看啊 默认是27.6429废 如果我要是保留三位 你看看 变成了64 2 不是2 是不是变成了3 请问是不是这个9 是不是相当近味了吧 那其实呢 他就四舍五入了 说到这个地方四舍五入 我给大家再稍微强调一点 这个run的呀 就是有的时候 比方说忽略了计算 有人说了 东哥 我想计算计算 我们这个我们村基本上 平均年收入有多少 差不多就行 我也不会精确的多少分多少离 你说是个道理吧 比方说 我把 比方说让村长把我们村里边 所有的人 这个今年的所有的收入加起来 接下来出上 我们村里边有多少人 接下来一出 是不是结论出来了 基本上咱们今年的人均 几万块钱 就是到底 完了 但是呀 像这种情况 带有小数点的呀 就是run的呀 千万不要用在银行里边的结算 银行里边的结算 往往就废了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我想要给大家 表达了个意思是说 你不管是什么数据 我也以小数点为例 它最终的 它都是在你的内存里边 或者在你的硬盘里边团的吧 通常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C语言已经够底层了吧 C语言将来再去存储 小数点数字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约等约 C语言存储数字的时候 都是约等约 最终其他的语言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以至这种 因为基本都是用了C在去做东西的 编译器基本都是用C写的 解释器基本都是用C写的 那么所以说 我要给你打的意思是 C语言在真正底层存储 在有小数点的数字的时候 都是约等约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个值出上另外一个值的时候 你看那个小数点 后面一坨的值 默认是不是保留6个小数 默认保留6个小数 为什么呢 因为Python里边默认就保留6了 你可以指定是什么 百分点2F 是不是保留两个小数 说到这个地方 我最终想要告诉你什么呢 不是想告诉你C语言 它小数点是约等约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在银行里边这种数据 它绝对不允许约等约 你今年挣了多少钱 比方说你这个利息是多少 还差一点 你带给我一块吧 银行一分都不会给你的 它绝对不会约等约 那么这个时候 它怎么做的呢 小数点是有误差的 那么一般咱们在真正存储数据的时候 我们切记不要存小数点 你存上小数点 将来就有误差 那存什么呢 给它扩大100倍 扩大1000倍 就个例子 我接下来的动作 我想存储数每一位 我想保留两个小数 我要存储数这个 我都都想 我怎么存储了 这一天我告诉你一个经验 你把这个值 比方说你不是想要 存储数两个小数了吗 你把最后那两个小数的值 然后把整个值给它乘上100 那么请问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个例子 就个例子 比方说我现在要存储个12 比方说这样吧 3.14 它不是3.14 1.926 为什么很长吗 派对吧 远周率 那么接下来我想要正确的 存储3.14 3.14是约等于 你写的是3.14 也是约等于 那么怎么真正的存储3.14呢 乘上100倍 请问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3.14 3.14是不是一个整数啊 整数没有无差 小数就有无差 所以说呢 我告诉你的经验是 如果你接下来要存储的数据 是带着小数点的 同学们切记 不要存储的点 直接给它扩大多少倍 往里边乘 乘完之后 把乘的结果 存在数据库里边 但是你切记 将了你通数据库里边 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你各种计算 计算完之后 是不是最终 是不是还要给它怎么着 出上100 你听到我意思了吧 否则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一定要出上100 一定要出 最终就解决了 防止存储的时候 无差就存储了 有可能导致一些问题 那么说到这儿 我额外的告诉你 有可能咱们大家 这个不了解费缘 所以说你不知道 简单简单 这个想 为什么带有速度的不准呢 因为呢 所有带速度的将来 存储的方式 都是按照这种方式 比方说这三个 这三个 这不就十分之一的米 十分之一的米吗 没学过 没学过给高中老师 打个电话 外面学过了吗 对吧 这个是怎么画这个线 怎么画我忘了 反正简单言之 这样的这叫什么呢 是指数吧 好像是对数还是指数 那就学去啊 我告诉你 他呢 是在真正存储的时候 是有一些比特会儿 来存储的是这个值是谁 有一些比特会儿 是来存储你这个地方 这个值是谁 所以说呢 最终他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都是约等于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值 都是约等于 所以说呢 真正的 如果你想保留真正的 准确的值 通常切记 不要用小数就行了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最终的结论 不要轻易的用小数就行了 都是约等 好了 那么计算男性的平均身高 请问同吗 这个怎么做 咱们再练一吧 平均身高 不留两个小数 然后 Average 可以吧 AVG 然后写上什么呢 嗨 然后 这个 是不是接下来 怎么着 用Round Round 是不是把它扣起来 是不是球啊 from stoolings where gender 等于1 什么男性里边的平均身高啊 哪个地方写透了呢 Nate wrong的 stoolings 我看一下它提起来是什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咱们不能写 这个 不能写这个内部 不能写这个内部 咱们 我先把这个抵达执行一下 我给大家说啊 现在这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你刚刚按照我这个方式呢 你写上就不对 就是你这个地方 刚刚我是怎么写的呢 你写上 Nate 它这种方式就不对了 那为什么不对了呢 因为 你这个哥们已经是个聚合函数了 是不是将来只能显示一个结果吧 但是你这个内幕理论上讲 按理说 是不是按照这个表的查证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你查出很多个男性的姓名来了吧 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结果是给这个姓名 还是给哪个姓名 是不是就乱了呀 因此这种方式是不允许的 这种方式不允许 那么怎么着才能够让我这么做的东西呢 必须要用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分组 你才可以怎么用 否则这种用是不能用的 就说你这个聚合里边 我告诉你 咱们总结一下 所谓的聚合 你就认为就是一些普通的函数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对大值呀 对小值呀 平均值呀 出核呀 这是结论 但是呢 你是不允许又把什么其他的特段一起用的 这是不允许的 想要用 必须要用分组 也就是说的直白账通吧 分组的一大特点 它就是和你的这个什么呢 聚合函数一起用 否则分组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么什么东西叫做分组呢 简单说 如果 如果 这是本来的数据 里边有可能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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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有很多啊 有可能很多 这是原本的数据 什么叫分组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按照某一个唯一的条件 来从这个表里边查 查出来之后的结论是 比方说男性c波 女性c波 中性c波 保密c波 请问我是不是查出了4波了吧 那么这4波 你就把它想象成 这是由4个行组成的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 你可以把它组成一个特殊的一个新的表 那么这就叫分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从这个分组里边取东西 可以从这个分组里边取东西 可以从这个分组里边取东西 我在查那边 这是原来的数据的结果 我接下来想要按照某个东西分组 比方说 男性请靠这 女性请靠这 老子请靠这 少子请靠这 这就是分组 那么分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有可能分成很多个 那么这个分组里边有可能存出很多个信息 这么说 理解了吗 这就是所说的分组 你按照姓名 你按照性别翻译 比方说这是男性 这是男性 这里边全部都是男 什么张三 李四 王二 这都男性 如果你是按照女 这个女 什么貂蝉 西斯 都在这 什么按照中性 什么天星 都在这 这就是按照分组 分组的意义 最挑 如果单独用分组 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分组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和咱们刚刚所学的 这个聚合 混合在一起用 这还是分组的意义 否则没有什么用 比如说 我想计算计算 每一种性别里面的人数 你刚刚按照这个地方 写的话 这句话是绝对制纪不了的 必须用分组 怎么做 什么叫分组 看上 group by 就叫分组 怎么用呢 按照姓名 分组 显示所有的性别 好了 select select 这个地方 我先不写东西 我先控了 from 然后呢 group by 按照什么分呀 按照真的分 那么将来 这一句话 一执行之后 你最后的结论就是 甭管你原数据里面 有什么数据 反正我现在就是 相同性别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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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咱一共有四组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分成了四组吧 那么你接下来的 这个地方 这个条件是什么的 注意了 不能写新 也不能写内容 写什么呢 写的是 能够当作这个 和这个 这个唯一的条件的东西 请问同学 我问个问题 假如说这是 普通的这个表 我从这里边 写上一个内幕的话 请问 是不是取了你的内幕 取了你的内幕 是不是取了你的内幕了吧 那么既然 我已经分完组之后 我看的 不就相当于 变成了再四个东西 我分完组之后 请问同学 所以我相当于 看的再四个东西了吧 那我要取的是 这个四个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比方说 真的就不一样 因为你这一组里边 真的是相同的 这一组里边 真的相同 是不是这一组里边 真的相同 你要是取内幕 完了 我是把你这里边的 哪一个内幕拿出来 当作你的代表 我把你的哪一个内幕 拿出来当作你的代表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不好了 因此 我这个地方能放的是 唯一能够标记 你这个组的东西 比方说 你的真正 就性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如果你放内幕 这不行 为什么不能放内幕 我再衰变 这个地方 如果放上内幕 我就问你了 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组 我从组里边取的时候 我是取张三 还是举王 都取出来 不行 取出来 我只能取一个 因为你分完组之后 请问是不是分成了四组 我将到这个地方 就只显示四个结果 那我怎么取你这门名字 我就不知道了 因此在这个位置 是不行的 分组的一家特点 你把原来的数据 先分成组 接下来你这个条件 从组里边取数据 听得清楚吗 先分组 再从组里边取数据 这是组的特点 那么这个地方 我给你演示一下 你写上内幕 你可以试试 咱们先试试吧 都挂了 对吧 你写上什么了 你写的新花 你试试 好了 我再付这份 你写的新花 你再试试 是不是也费了 那这个地方写什么不费呢 真的 因为真的 每一行 真的都是不一样的 你只试 写真的就行了 来 大家看 是不是就取了 对吧 最低 分组的意义 我刚刚说过了 是和聚合混在一起用 否则没有任何卵用 那么 我分成了这四组的东西 我看到结果和我用 Distinct去从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呀 但是不一样在哪 如果你用Distinct的话 就相当于我从数据表里边 插出来的数据 是不是直接去从呀 没有其他的功能 但是我先分组之后 我可以统计每一个组里边的 有多少人 大家注意看 我接下来 我刚刚说过了 这种方式是失败的 这种方式是失败的 我接下来想要计算 每种性别当中的人数 请问 这个是不是已经 按照性别来分手了吧 什么意思啊 我接下来统计 Count C 你一看你懂这个什么意思 看着啊 3T 请问啥一张 不应该显示14吗 那为啥显示的5711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所谓的分音组 咱怎么理解呀 原来这个表里边有多少呢 有14条数据 没错吧 我接下来按照性别 把它分成 1234 是不是有四个性别呀 每一个性别里边 是不是相当于 其他的数据了吧 你接下来的这个查询语句 不再用这个查了 而是用查出来的分组之后 在四个组里边查 听懂了吗 你接下来这个时候 用聚合函数就有意义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性别是男性的 里边有谁 请问 是不是就出来了 性别是女性的 里边有多少个 是不是也能出来了 此时的Count C 是对分组的结果计算个数 而不是对原表里边的结果 进行计算个数 好了 这是分组 那分组还能有什么 难道只能计算多少个吗 把咱们刚刚所学的 所有的聚合都可以使用 就个例子 我max A 最大的年龄 比方说 我想求求平均年龄 AVG 是不是都可以求啊 那么我能不能查询 里边有多少个人呢 什么 想要看得见 这个读里边的信息 到底是谁 你可以用一个东西 叫做group concat 然后这里边 写上name 321 group concat 写上name 接下来就是按了名字来 大家看 很清晰了吧 我这个读里边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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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分了吧 因为咱们当前这个数据表里边 同学们 因为咱们当前这个数据表里边呢 他 只用这个性别来区分性 那个类型了 如果接下来你这个地方再划分成组 比方说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什么小明同学 他属于哪个部门 我这个地方来个部门 像这个黄荣同学 他属于哪个部门 我写上个部门 像这个刘亦飞 他属于哪个部门 请问我想这个东西 我将来是不是可以按照部门分了吧 也就是说什么设计部有谁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 财务部有谁 然后开发部有谁 测试部有谁 请问他们 是不是将来这个信息 是不是就有意义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 这就是分部 这就是分部的意义 通过group by 按照某个东西来分 接下来我可以单独去计算 这个组里边的 个数呀 最大值呀 最小值呀 求和呀 平均值呀 都可以计算 听得清楚了吗 来 这就是分部 来练一下 计算男性的人数 那么多 select 真的 是吧 你写一不写都行 来 比方说计算男性 咱们先写了 写上真的 然后这个地方写 肯定得写个东西 然后from 按理说 是不是咱们得分读了吧 分完读之后 真的等于啊 分完读白 真的 没问题吧 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么多的话 这样咱们统计出来会是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每一种性别里边的这个人数 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呀 没错吧 我只想要男性 怎么做呢 写上well 写上well 这是我要跟你表达了 那哪个地方写well呢 是group后边还是 是from后边呢 怎么样 well from后边写well well什么呢 真的 等于一 然后group by 且慢 将来这个 只有几个 只有一个 你看 我把这个地方加上一个well条件 well 真 真的等于一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同意出来了吧 男性里边有谁呀 我怎么知道 有谁呀 有谁怎么多他妈 can cat group can cat 然后接下来写三个name 请问是不是男 在里边有谁是不是知道了吧 那么这里边谁 每个人的这个年龄又是谁呀 动画 A子 那么他的这个ID又是谁呀 来 动画ID 看得清楚了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额外的情况 他都连在一起 我咋知道这个是ID还是这个是A子呢 一个人难道他又293岁了吗 这个说怎么做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 所谓的这个can cat呢 他一个特点 你写上谁 他把谁链接在一起写上 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中间来上一对双引号 或者是来上一对单引号 你来上一个下发线呢 看一看什么效果 在name和A子之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name和A子之间 是不是加了下发线 如果我要想分得清楚 下这个A子和ID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呢 你再来一个不就行了吗 我不来他 我来个空格行不行啊 你看看 他29岁ID是3 他59岁14 请问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吧 通过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 group can cat 实际上是相当于 你写什么有什么 甚至是可以写的不错 select 我把这个地方我自己拿出来啊 咱们刚刚练的这个我自己拿出来 group by gender group by gender 好了 再次一个 咱们刚刚还用过 我直接写上name 咱们刚开始的很简单的版本 是不是直接写了个内容 我后来又写了个版本 这写了个A子 写了个ID 我刚刚是不是又写了个版本 是不是又写了这么几个了吧 把这个 真的呢 你写一部写这个条件都可以 好了 简单的一个顺序啊 先写select 再写你想要得到的是谁 然后再写from 再写well 然后再写group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不能把well写的group后面 切记 这能够是不对的 那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了 接下来要说另外一个东西 难道你分完组之后 只能显示所有的分组的结果吗 能不能不显示某些分组 可以的 用什么呢 用heving heving的一大特点是 对分组进行条件判断 而不是对结果 打个比方 你这是原数据 一共有十字号 你不是分成了四组吗 一 二 三 四 男性 女性 中性 还有保密 对吧 我想显示这些分组 那你就groupby 行 但是我想显示某些达到我条件 要求的分组 我怎么办呢 可以用heving 就是have 的rmg的这种形式 heving来去对它进行过略 比方说 counter 行 如果大于翻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这组里边的个数大于翻 就显示 你这组里的个数大于翻 就显示 你这组个数大于翻 就显示 只有一组不显示 那这组就不显示了 就是挑战的版图 这组就不显示了 后来看着 查询 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性别 以及这个读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姓名 select gender 然后所有的姓名 他们用什么 group kinket 这里边写什么 name 然后from student 然后group groupby 真的 没错吧 那么我如果这么多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所有的全出来 我想显示 达到我条件要求的分数 后面写上 having 写什么呢 count 大于翻 大于翻 那么这是求的个数 只要是个数 大于翻 那么他说了 求的是什么 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 请问求平均年龄怎么求 avg avg 然后括起来 说平均年龄 是不是显到a子了吧 那么大于30 请问 看啊 试一下 三天 让大家看这 平均年龄 这个大于30 那我怎么知道 你计算的是对错呢 看着 avg a子 对吗 没问题吧 他们计算出来的平均年龄 是不是都是大于他的吧 诶 那些组是真的不大于 还是假的 你把having抹掉 你去验证嘛 你看 这一组的平均年龄 小于30 这一组的平均年龄 这个也小于30 是不是只有这一组 和这一组的平均年龄 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太大于30了吧 对中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where和having 什么区别 首先来说 简单的一个用法 就不太一样 where在group by 你说没错吧 where在group by 这是第一个区别 这个什么呢 having在后边 第二个区别 其实我想恶分你的是什么 where 它是对原表进行条件 而having呢 是对你查出来的结果的条件的判断 听清楚了吗 不一样 它是不一样的 我如果要是查出来 这个临时的一个结果的 它是对结果进行判断 而不是对原表判断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来 在那一面 你说我想 查询每种性别当中的人数多于2的所有信息 就是查询所有性别 只要这个性别的人数大于2的就行 你怎么做 select 然后group 给你开车 写上一个name 所有的名字是不是都出来了吧 那么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个from 如果你写where的话 请问你上的什么通数据表查的时候就不过滤了吧 你应该是先让它分完组之后是不再过滤啊 所以说where就不要了 那么就变成了 group by 然后真的按照性别分 然后呢 heaven counter 然后呢 大于2 是吧 来试一下啊 他大有两个吧 来 你把那个heaven抹掉 你再试一吧 原来这一组里面只有一个 原来这一组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 是不是大有两个的是不是只有这两个组啊 这个事情解了 对吗 咱们具体实施只是仅仅是按照性别来判断了 如果就像我那样说过了 如果你要是正在这个企业里面不是还有部门吗 你按照部门翻译不也行吗 将来那个信息呢就给你拆分出来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说的分组 对吗 我在最后再强烈一下 分组和这个聚合混在一起用的时候才有分组的意义 否则一般分组就没有太大意义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是分组的意义 好了 分组呢 咱们刚刚呢 和这个聚合 咱们就说了 啊